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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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把这个现况 把它变成政策的推动 还有预算的制定 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成功例子 例如 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原住民的民族的实验学校的接牌 不仅仅是小学 也开始到国中 更重要的高中跟大学 或者是技职 如何衔接 我们也一一看到成果了 而我就用原住民实验小学跟大家分享 我们看到原住民的实验小学的建立 不仅仅是学习到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 传统智慧 我们更通过非常快乐的学习 在这样快乐的学习状况之下 提升了我们的学科竞争力 例如 以我们泰雅族 我自己的家乡 Buma 2017年的施策 也就是TASA 台湾学生成就评量资料库的数学成绩 我们看到 数学成绩全国平均成绩是57分 台中的数学成绩是58分 而台中市和平区 Buma小学的数学成绩是74分 高于了全国的20分 而Buma的校长 Blin校长 更获得了今年的师头奖 而现在我们有30所的实验学校 民族学校受到各界的肯定 我们让许多非原住民的家长 他愿意把孩子放到原住民的学校就读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在学校特别的快乐 在学校没有族群之分 在学校看到了原住民优美跟土地跟大自然结合的 非常棒的智慧 所以有兴趣有快乐的孩子 我们看到他这样子的成绩自然而然就提升了 这是一个非原住民家长跟我分享的心情 我相信陆陆次长还有我们的国教署署长 部长你应该都知道 好 我们在今年终于也通过了 20年没有大修的原住民族教育法 教育法有什么相关的重点呢 我们在许多的条文里面我们规范了 教育部和原民会 你们在推动原住民教育的时候 请韦泽处长听好 你们必须要会同 会商 什么叫会同 也就是原民会跟教育部 你们是平行单位 不要再自己阉割自己了 然后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把原住民的教育 要求原民会 你要会商其他部会 比如科技部 比如文化部 比如卫壶部 好 我们又看到了20条跟22条 我们把实验三法的精神 进入了原教法 原住民的实验教育 不在偏乡或者是原教 所谓的这个实验三法里面 小媳妇待着 我们来看31 37条 保障了公费生 还有师资培育专班员额 我们也提升了公费生 还有师资真能的课程 然后这次修法 更重要的是 以前的原教法对象的主体 是原住民 而现在我们实施的对象 很抱歉 在场的各大学的校长们 你们更要听好 我们的对象扩增为全体人民 尤其是公部门 公部门 各个公立学校 你们也属于 我们原教法的第43条 我们提到 政府机关 公营事业机关 以及机构 或者是政府捐助的基金 累计超过50%的财团法人 你们应该要规划 实施原住民族 还有多元文化教育的 相关课程或活动 你们更要鼓励 你们的员工参加 这是一大迈进 更是最新的里程碑 为什么我们要入这法 因为我们发现 普遍的社会大众 对原住民完全根本的不理解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法通过了之后 我们必须要有四个小时的课程 如果我没有记错 Lulu次长告诉我们 不要明定四个小时在里面 但是我们在说明栏会说明 所以听好 原住民族教育 不再是针对原住民族 个体跟族群 而是全体 好 我要谢谢刘次长 次长你上一月两个月以来 我们多次的讨论原住民高教 还有技职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在申请入学 我们增加了族群指标 请各大学校长听好 我们更辅导了高中阶段 要准备原住民相关的学习历程 还有成果 以方便衔接 我们的原资中心 必须要专人来负责 而不是学校里面的人来携办 要专人负责 我们看到了国际青年 我们也在明年度的预算 看到我们的青年署 有许多原住民的教育 专款的专款专用 我们也看到了体育署 要专门研宁出偏乡跟原乡 教育体育的各项赔利计划 以上 我们携手建立了非常多的里程碑 谢谢部长 谢谢三位次长 谢谢署长 谢谢在场的所有的教育部的同仁们 我们的光到一个原乡去 部长 我们要谢谢次长 为什么 从台北光到一个狮子乡 简冬名委员曹普 国小 您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吗 我们来来去去 您次长 我们花了多少时间 所以 光是从台北 两个多小时到左营 再从左营到曹普 两个多小时 我们的时间花掉了将近五个小时 回程又五个小时 光到一个屏东的狮子乡 来一国中 我们要去掉十个小时的车程 部长 非常的辛苦 所以原乡的学校如果不是大家体力要充足 时间要充沛 没有办法完成 今天我看到您告诉我 109年度你们的预算的教育编列 2553亿 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一般教育补助款编列数是 480亿 而这一本里面就是部长您说的2553亿 但是480亿行政院主计处给地方政府的钱 我们并没有看到怎么编列 部长您应该清楚我在说什么 很多事情相关于地方自治 所以在原住民教育如果不中央跟地方一起联手 我们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处理 而多少是行政院编给地方政府的预算部长您手上有吗 这个资料 还是我必须要跟主计处要 跟赵伟报告 特别谢谢赵伟这些年一直对原住民主教育的重视 而且也有很多让我们有跨部会 包含中央跟地方的一个协力 才能够促成不管在原住民主教育政策法令 包含经费有一个更统整的 这个对教育部的推动 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要特别感谢 那对于我们专管的这个原住民主教育 这个当然是以教育部编为主 那至于委员看来所提到 属于一般性的补助款 这个总共是480亿 那这部分当然也包含有主计总处 还有里面部分的项目 是由教育部这边来做指定用途 当然有部分是留给地方 有做他们用在教育上弹性的措施 整体部分应该是教育部跟总处这边 会整才会是一个比较完整480亿的一个使用 所以本席在这边要求您在一个礼拜之内要把480亿下放到各个县市政府多少钱 因为我们前瞻预算做的是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有50亿 我突然发现 如果我们常年各个地方政府并没有注意到偏乡跟原乡的基础建设 那么如果再没有前瞻预算 这些孩子们真是苦啊 接着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要非常谢谢清华大学的贺城校长 我们原住民的科技发展中心 在您的支持之下 我们也在你们学校成立了 第二我要提醒台大管爷管校长 我们有非常多的原住民的土地 就在你们台大实验民区 那一天希望管校长带着你们相关部会到本席办公室 我们要找回原住民跟台大学校校区的土地正义 谢谢